嗯嗯 离婚了 你赶紧回公司 我有事跟你说 嗯 怎么才六点啊 啊什么破事 这么大早上过来干啥啊 你帮我看一下扎门吗 啊好 啊这样 好谢谢 好香啊 哎你去哪层啊 嗯哦咱俩从一层 啊你是新来的吧 嗯对现在第一天上班 啊你来早了 咱们公司连心话关系 九点都马上卡就行了 那你怎么来这么早 啊我确实有点私事 哎江泽 别说话 嗯怎么 哎呦怪我没有告诉你 你来的这么早 哎小姐正好是刚刚没来的 表姐 这位是 她是我那个后勤部的李快乐 后勤部嘛 给她前员工来的早一点 哦 那那个你正好你自己先站着 我给她安装点事 嗯 嗯 小李 老公是 我 我啊 哎 怎么了千岁 为什么今天一来 你整个人都变了 我还是做两个菜取消费了 不是 我听着她叫你表姐了 所以 她不就是你表妹吗 怎么现在感觉她来了 到选上老板 你成为员工了 你懂什么呀 咱们公司按着股权架构 我跟她的爸就有个大伯 我们俩占比差不多 虽然我是个总经理 但有很多重大决议 都是她爸的决定的明白 哦 所以她现在是来错位的呗 不是吧 她也不完全是 就是我大伯看了公司业绩 有效活路 是把她担任公司 哎 表姐 你把公司支援表给我一份 正好我查一下她们到党情况 嗯 对 来 你也看到了 要是能发现我们要好好建议公司 我是个总理将领 再给换下 我明白了 你们有钱人啊 关系真复杂 哎 等会儿 怎么了 把这个拿走 什么呀 这个呀 今天不是七夕了吗 这是我在德物买的亲爱男友 和吉利的联名礼盒 本来是想作为给你的七夕的 嗯 喂 表姐 李快乐 这点小时候都干不好 今天的客户是个女的 给人家准备这个 拿不起 重新准备 哦 不好意思 江总 我 我马上就回去重新准备 喂 江总 你叫李快乐 嗯 对 你真的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 当然了 那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名单上 为什么有你的名字 还有 你刚才说要来公司才成先生 什么费上 可以跟我一说 what the fuck 哎 哎 你真的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 什么费上 可以跟我一说什么 哦 我刚来的 这不是正好找江总签合同吗 签合同不找人是找老板 其实这个理由你可以编的 更合理一些的 我 行 李快乐 实话实话吧 你不就是发现 之前那个高速房 还是去骚扰你的变态呢 这也不是怪 不是不是 啊 刚主管 刚主管不是个男生吗 对啊 所以啊 李快乐才更不好意思说 虽然咱们公司吧 这个一向体育上尊重员工喜好 但是办公室练行吧 还是不太好的啊 哎 你合同不是还没签呢 正好 呃 去人事 我给你调个新的 走吧走吧 行了 你这么忙 带上去吧 正好我昏不脸熟 走吧 李快乐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 你好 李姐 没见过几次面 大概你还不认识我 我叫李快乐 快乐你不是早就 我 我早就想加入咱公司了 这不是刚才下定决心吗 快给我办个入职手 哦 好好好 要不我先给你拿份 录制申请书 你先填上 怎么回事啊 快乐 前总每个月 给你的零花钱补过花 怎么突然想录制啊 你可小转声李姐 这可是千岁北妹 你可千万给我整物馅儿了呀 表妹 我 李姐 我应该应聘个什么职位啊 哦 对哦 他应该应聘个什么职位 不是你说早下来 我 我这个 李姐 哦 对对对 关键是你现在公司不缺人啊 嗯 那要不然那行我当助理吧 正好我刚来 还缺我助手 对了 我还没问您是 哦 我爸让我来了 说是现在当成副总 哦 您就是千岁说的那个挨家千金吧 果然是大夫人的孩子 就是好看的 您这是刚一夜 直接过来 哎 你俩 别漏了 我这填了啥呀 嗯 跟班吧 跟我走一块 哎 哎 李克朗 嗯 什么回事 听说你分手了 不是 闭下说 我和千岁的关系是清白的 哎呀 行了行了兄弟 直插梦我懂 哎呀 嗯 他怎么没说的 啊 哦 对 你看他每次跟我说话都刚那么紧 就是他为什么 哎 哎 不是 你说的东西干嘛 不在一起就算了 怎么能让你真理直呢 这太欺负人了吧 啊 不是啊 我换个工位 嗯 他又跟回来了 啊 哎 你你干前台啊 啊 我 什么前台 这种助理啊 你小子厌妇不浅啊 这可完全不说签走 什么时候搞的 我搞什么呢 你干干嘛干嘛去 别打扰我们工作 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 前台还配个助理 别困了 有什么事随着跟哥说啊 哥先走了 看他表姐真没骗我 一看他就对你都记不出了 还不谢我吧 你去回来 我 谢谢你 现在开心了吧 哦 对了 嗯 我知道了你的名字 但是我还没有自我介绍 嗯 嗯 你好 李宽乐 我叫安若威 你只看我看你